刚刚出现的这些片段 是我们在上一期讲的炼金生物的内容 当时我们在做那一期内容的时候 在外网上还发现了一些 目前在国内没有曝光出的诡异视频 因为这件事情的后续十分的扑朔迷离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将对这件事情背后一系列隐藏的秘密 进行全网首次的曝光 首先我们先从小哥培育这两只生物后讲起 其实这才仅仅是整个诡异事件的开端 我们都知道如果要了解一种新的生物 那首先就是要了解它们是否具有意识 智慧 社会性 于是这名俄罗斯小哥便把这两只生物关在了一起 打算研究它们之间会产生一些怎样的互动 实验开始一段时间后 这两只生物开始缓慢的互相接近 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接触并不断的蠕动 到这里各位可能会觉得它们是在进行修修的行为 但事情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上期就有小伙伴提到生殖隔离这件事 生殖隔离指的是亲缘相近或者类别不同的物种 在自然情况下是不会进行交配的 或者杂家树的后代不具备生育能力 就比如死虎兽 罗子都是无法继续繁衍后代的 而这种滇晶生物当然也不例外 那它们究竟在出些什么呢? 这名俄国小哥进行了进一步的观察 得到了一个让马英俊也感到正经的结果 它们是在同类相识互相吃掉彼此 上期我们也提到过 这种生物可以通过皮肤消化蛋白质 而这两个生物互相触碰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用皮肤消化吃掉对方 从而达到如何成更高级形态的目的 这整个过程就像传说中养骨那样 骨虫们互相的吞噬进化 最后形成一只毒性最强的骨虫 当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这两只生物就已经吞噬掉了彼此 并且形成了一个整体 而两者原有的特性也都被保留了下来 这个新的生物此时已经拥有了视觉触觉 还有用口气吞噬食物的能力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质疑 证明俄国人拍摄的视频是否是伪造的呢 为此我们也是仔细的商讨研究过 在这里就先提一些我们的看法 其实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我们也在网上发现了不少模仿这个作者的视频 但伪造的视频都会有明显的破绽 就比如这一段 看起来确实很唬人 但事实上仔细推敲以后就可以发现 其实这玩意下面很明显就是一只手而已 至于很多小伙伴们都说 可以通过后期来处理出这样的结果 马亦俊本身也是做后期的 有着三年的后期经验 也许我是个小牌吧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怎么做到视频中的效果的 更别提这些视频才是几年前就拍出来的 咱们现在回归正题 接下来再进一步的观察下 证明俄国人还得到了另一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着实让人感到不安 这两只生物或者说现在融合出来的这个玩意儿 都还不能算是一个整体 而是某种高级生命身体的一部分而已 这种生命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可以作为个体而存活 也就是说每次培育出的炼金生物 也都只是这种生命体的一部分组织 只具备完整体的一小部分能力而已 那这个完整的生命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正当我们怀着疑惑去调查后续的事件的时候 却发现了意外 这名俄国人在两年前正准备进行下一次的实验的时候 居然离奇的死亡了 那这名俄国人究竟是遭遇到了什么意外呢? 事情在这里中断的话 马英俊当然不会甘心 于是我们翻遍了国外的网站 去调查了这名俄国人本人的资料 但这一调查却发现 包括这名俄国人的身份本身都十分古怪 最初 这名俄国人对外宣称 自己只是民间对炼金术有兴趣的人 但我们经过一番调查 一则报道让我们怀起了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 曾经英国最大的广播公司BBC 就对类似人造生物实验有过相关的报道 以下是报道原文 现代生物学可以通过特殊手段 而含有人类细胞DNA的细胞核 注射到遗传信息被移除的动物蛋 而创造出杂交生物的 但这种特殊的动物蛋 是只有国家专门机构才可以提供的 也就是说 如果这名俄罗斯人是单纯来自民间 是不可能获得这些鸡蛋的 那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这之后我们在相关论坛上 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言论 因为这个话题十分的敏感 所以在此我们也不方便直接说出 我们对他身份的具体猜想 但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其实关于炼金术 也有很多隐晦的讯息表明 其并非仅仅是现代人眼中的伪科学 炼金术本身 其实是出现在中世纪的化学哲学的鼻祖 就比如牛顿 其一生都有70%的时间都在研究炼金术 只有剩下的一点空闲才捣鼓捣鼓科学研究 而炼金术的本质 则可以被理解为 由死亡到复活 再到完善的过程 这也完全符合了这个炼金生物 吞噬彼此再组成整体的过程 至于炼金术最后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当时的炼金术师们 做出了很多有为伦理的经济实验 恶劣程度几乎接近黑巫术 让人不忍直视 严重影响到了当时社会的稳定性 所以才会被定罪为伪科学 关于炼金术这样的结果 其实马亦俊是理解的 现代的科技已在进步 虽然变利了我们的生活 但也助长了人们的好奇性 让人们去触碰那些本不应该去探寻的真相 而当其答案浮水面的时候 往往都变得不可控制 就比如核弹的创造就对人类带来了一次巨大的灾难 如果尝试触碰生命创造这样的禁忌 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是否会像小说《科学怪人你》那样 以悲剧而收缠过 俗话说得好 好奇心太死猫 如果有一天 人类遇到了灭顶之灾 那也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好奇心所致了 那么下面的时间 马亦俊和马瑟契还有一些心理话 想跟大家说一说 起初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想法 是想让大家能够看得轻松 不用感到太多的负担 因为现在的生活总是压得我们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们想带给大家一点轻松和快乐 但在这样做以后 不少的网站却把我们的作品 能定为低俗 恶趣味 当时心里也是相当不是滋味 毕竟我们只有两个人 泪先不说 辛辛苦苦做出的视频 最后还赶不上那些出资烂造的营销号 甚至还一直在赔钱 不过我们商量以后还是想坚持一下 虽然支持我们的人并不多 但每次收到点赞和评论 其实都会很感动 所以以后的节目 我们打算在更新那些轻松内容的同时 也会不定时的做像今天这样 内容更丰富 但是稍微严肃一点的视频 所以请视频看到现在的小伙伴们 稍微点个赞支持一下我们吧 毕竟快过年了 我们也想好好地过个年嘛 我们也想好好地过个年嘛 谢谢大家